其实没有人过得容易 对吗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里 除了朝九晚五 还有人要加班到深夜 有人每天花四个小时的时间通勤 有人即使在最恶劣的天气 也必须出门工作 有人就算拼尽全力 也无法在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 好像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成年人的心里 都藏着随时会崩溃的另一个自己 凌晨六点的早餐摊永远热闹 深夜两点的写字笼 藏着将来经验世界的伏笔 我不知道那个让生活里的赶路人 笑出生来的好消息 他什么时候来 但我确定 只要你坚持住 他就一定会来 加油 适 schon过去 built 因为很熟透 工程中 一、二、十、二、十、十天 这两点的失败 已经让她 mighty